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当时跟她分开之后 就一直没有她的音讯 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你真的找不到 哪能不找啊 我每年派人回姚家找 可能是铁板钉钉的事 竟然我们一部宅子都成荒厉了 远近远远都不知道曾经有过洪府 只是事过境险 无事仍非呀 此情可然有成熟 只是当事已枉然 沧桑这个东西 也只有经历了才能听回 大哥 你都忍耐了这么多年了 就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如果 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 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 南宁城里有的是名门龟秀 我帮你找到门当户队 你忘了 我是下人的儿子 怎么能高攀人家 今非昔比啊 他们能拍上一个刘洋的女人 对他们来说 那才叫高攀呢 其实 当文卫失踪了以后 我对你们的知情 已经是心无死灰的 即便是今年的至长接待 我还是搞不定的 你说 这到底人世间情为何物呢 大哥 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我跟淑京结婚十几年 我也不知道情无何物 而且当年你跟我姐若营成事 我相信你的感觉 肯定也是跟我一样 无非是生个儿子抱个女儿 吐个传宗接代 将来到了黄泉 好对祖宗有个交代吧 儿子 我的儿子要是还在的话 现在应该比大容 大几岁了吗 要求吗 要求吗老板 刘小丁要求吗 不要不要 你这生意怎么这么难做啊 大容 你不知道三班的那些女生 怎么说话呢 说你有个戏子小妈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我才告诉你的 他们还说 你爹把人家戏子 肚子搞大了 生了个儿子 以后还要扶正 你就成了小房子了 我爹才不是那种人呢 他对我妈可好了 你别听别人乱说 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呢 说的女人 比你妈可漂亮多了 在戏班子里 都是挂头牌的 那你知道 她是什么戏院的吗 好像在 理查戏院 据说 你爸 把理查戏院 全部买下来了 你不想 整天就捧她一个人 我还是不信 等我问了我爹再说吧 哎 这种事情你能问得出来啊 都说男人做了对不起女人的事 是不会承认的 哎呦嘿嘿嘿嘿嘿嘿嘿 哎两位小姐 接着去干什么呀 啊 回家呀 嗯 你们想干嘛 干嘛 这么早回家有什么意思啊 陪我们玩玩 嘿嘿嘿嘿嘿 看怎么办啊 快走 快走 不是 追追 站住啊 别跑啊 别跑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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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子 这没你的事 滚 一个破拉车的 你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在这混饭吃 还和咱们混 你想干嘛 我不想干什么 就是想耍个小把戏 给大爷您吵吵 怎么着 是我是王八 还是你啊是蛤蟆啊 不管你是王八蛤蟆 我吵你我 别跟他闹事 走吧 今天大爷饶了你 那 好 破破手续办好了 办成了 你表哥出满一个顶俩 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金明表哥 真是太谢谢您了 对啊 谢谢谢谢啊 这才哪是哪啊 我告诉你啊 下个星期 我约好了几个财团的银行家 把那凑钱的事给办了 他们要是不给我办好的话 我好好画过漫画恶心他们 不用 真的不用 你就甭 文卫啊 咱们得好好谢谢张先生 这回可帮了大忙了 今天晚上 咱们在传菜馆 好好庆练一下 张先生 把您太太也带上 帮太太也带上 帮太太没见过什么事 算算算 那咱们就走吧 好好好 走走走 走走 走 我这帮你急着走 家里也要用钱 我现在只能凑这些了 剩下的 我尽快凑给你 没关系 玉姑姐 我这还有点 来来来来 对不起 我在银行还有折子 我一会儿也快点 好 张先生 你的钱我绝对不能要 文卫啊 不要生这些了 饭都吃不好啊 啊 张先生 我还是得谢谢您 妈 你可没谢我 今天都谢了二十多回了 有位了 我也敬你一杯 我这一辈子 就数咱们在一起的日子 最开心了 一样的 月姐 我等着你办完事回来 月姑传菜 可不能没有月姑啊 好 我把那边安顿好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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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我还是想麻烦您件事 你可别管 此外 我可是有什么说什么的 我呀 明天就走了 我这一走 等于把传菜馆 这副担子 都交给文卫了 我是真不希望 他再受过 所以我走了这段日子 我就把文卫 托付给张先生吧 你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我在文卫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没有帮到他 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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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是说 这个帮忙的机会 不是这个趁虞而入的机会 月姑姐放心 我一定会做到 这么快明天就走了 早去早回嘛 有张先生照顾你 就放心了 那你一路保重啊 来 咱们再喝杯酒 来来来来 文卫 来 来来来来 拜拜 来来来来来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从美国学金融回来的 那个老板许天罗呢 他就是下一届商会会上热门的人选的 真的 对啊 让 让一下 让 让一下 是收费钱包的回来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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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听说您是四行起家的 您拥有南京最大的货物码头和仓库 听说投资教学也很有经验 可是为什么突然要开钱庄呢 对不起 我不是今天的主持人 你们还是去问问我们的经理空立先生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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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马上就到 谢谢啊 让开一下 来 让开 你不需要认识大老板吗 他就是监贵钱庄的董事长徐天璐 董事长 是啊 徐天璐 是啊 来 让开 gel 让开 gel 让开 gel 好疯啊 徐天璐 徐天璐 真够快手啊 藏着浮发的啊 徐天璐 看见面 来 让照片吧 来 徐天璐 徐天璐 好 来 来 看见面上 好 回见去 好 好 咱 want 好 大哥 小哥 这钱庄总算开出来了 对于这方的业务 包括地头无所 以后多养的 没问题 你看我那热闹的场面 这不就预示着开招大琴了 这么多摄影记者 你家应该来张全家福才对 过不了那么多了 这鱼儿总是人家的 要是能有个男孩 拍张全家福 他就沉心不一了 爹 爹 我有话要跟你讲 你没看到爹在忙吗 有什么事改天再说 不 我现在就要问 好啊 到底什么事 现在问吧 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到底什么事情 难道瞒你亨利数数不成吗 都给他妈宠坏了 你 有什么事 爹 你是不是不爱我娘了 你胡说什么 今天是你爹大喜的日子 哪有你这样没规矩说话的 快去陪你妈 我和你亨利叔叔 还有正事要办的 爹 您还想隐瞒吗 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说你在理查戏院 包了个戏子 还把整个戏员 都买下了送给他 爹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在外面养祥老婆 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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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璐 大荣在外面嚷嚷什么 没事 他呀 在外面听了些风言风语 就到我这来声讨了 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风言风语啊 大哥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这么多年了 我就大荣这么个闺女 我身为一介大亨 膝下无子遭人诟病 这滋味不好受啊 你想那妾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好在 现在有合适的人选了 这是你的私事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话 结发夫妻莫嫌老啊 老 我觉得这个认识得更早 大哥你还记得当年 在湖州唱戏的那个白小倩吗 小老板啊 他不是跟文光 那早就成历史了 总不能够让小倩一个人 青春年少 浪费在清登古佛前吧 她倒是一个颇有情义的女子 和一般唱戏的不同 你跟她 也算是冥冥中的缘分吧 我也不好说什么 就是要提醒您 千万别忽略了弟妹的感受 我该怎么办 告诉文卫 不不不行 时过境迁 他跟金宝重逢究竟是好 还是坏呢 可是 要不告诉他的话 亲兄妹也就不能相认 对 文禄在南京 为什么改名换姓呢 而且他胜利做那么大 为什么不去找他姐姐 难道他和金宝之间 会有什么勾当吗 什么呀 那个 上次你跟我提的那个案子 我帮你查了 这姓周的呢 确实是被河豚堵死的 但奇怪的是 他的家人居然放弃了控诉 被告呢 叫月姑 是一个开传菜馆的 这不很违反常理吗 也许吧 但是 原告家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这么一来 这个女婿倒是得利了 你知道他的女婿是谁吗 谁呀 就是商界的风云人物 徐天璐 是他 是他 哎 你不是刚才访过他的那个 金贵钱庄开业吗 你对他这么感兴趣 跟你做的传扬专访有关 啊 对对对 我能把这资料看看吗 不起诉 也不追究ever命 也不提出索赔 哼 肯定有问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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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个就是白小倩 看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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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嘞 今天又有赠票了 华子茶水都是免费的 是吗 白老板的满座 其实都是赠票凑出来的 哎呦 当年白老板的鱼姬 真是不错 现在嘛 有什么说法 当然有说法了 现在的白老板啊 那是金屋藏椒 哦 我当是什么名卷呢 原来是赠票大王呢 真丢人 这里人好多 你打算怎么教训他 人多好啊 正好让他下不了台 等啊等 终于结束了 快点快点 是啊 迟早要结束 干嘛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我是说今天的表演结束了 嗯 你看你 风采依旧 外面常常爆满啊 满是满 可是观众的掌声 很吝啬 是他们不懂戏 我从小跑江湖 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戏迷是上帝 现在我的身子 嗓子 都不如从前了 今天的剑舞 连腰都不敢弯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还管怎么办 还不都是你们这些男人害的 不知道负责任 真的吗 真的吗 你这是说真的吗 我怎么能不负责任的我 我就怕没这个机会啊 不然这样吧 咱们不要吵枪了 我来给你绷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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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目大信 要好 让你安心做个少奶奶 去向我 就这么结束了吗 好 那就不要多受神感了 你让我先装 待会儿啊 带你去看看我的新车 不 应该说从现在开始 那个是你的专车 这就是你的车 喜欢吗 什么时候你觉得无聊 就让钱人带着你到处走走 想买东西就买东西 想去哪儿呢就去哪儿呢 这算是给你金盆洗手的特别 没必要吧 这么贵重的礼物 不过是辆车子 人家不要 不要 正牌女儿 总不会比野鸡夫人差吧 琉璃 开车 大人 你怎么会来这里的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越来越放肆了 回去 你 你骂我 从小到大你骂过我几回啊 你凭什么骂我 凭我是你爹 好 回去就回去 不过 我要把这辆车开回去 你胡闹 我胡闹 看看 唱戏唱得没人气 要赠票赠瓜子儿 还是您能闹啊爹 我先回去了 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都是我宠坏你了 小剑 你 大小姐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 你陪你的小太太逛街去吧 你陪你的小太太逛街去吧 ate 啊 喂 known人啊 你呢 是啊 我 我 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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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姓什么叫什么 这车是你的吗 我不叫丫头 我叫徐大荣 这车是我爸的 你要扣就拿去扣好了 你爸姓什么叫什么 干什么的 徐天璐 做买卖的 原来是徐小姐 失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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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购物局长是哥们 徐先生 您赶快把车开走吧 那 那他呢 他 我看他一点事没有 就想跟你敲竹杠 赶快把车开走 是他撞的我 你还帮他 小子 实相得给我快点起来 不得我给你好看啊 警察打人了 大家都乱看了 警察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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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乱看的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 大家都乱看的 起来 你看真以为我不敢抓你 警察打人了 是 你当然敢了 但你有本事抓我 就不放我出去 否则我就要报社 告诉他们徐天璐大老板 他的女儿 开始要撞人了 好 我 我 算我不好 那你多少钱 我陪你就是了吗 小姐 别跟他客气 这种人分明就是一个刁民 看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起来 住手 警察还打人了 干什么 为什么要打人 其实我看这件事情很简单 太过分了 不管怎么说 的确是 这位小姐开车撞了人 你应该下头陪你 看这事 怎么说 不会不愿意吧 我当然不会不愿意啊 对不起吗 是我不好 还道歉 还差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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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也看了半天了 我想你也不是要他们赔什么 你也不是要他们赔什么 对吗 就是憋不下一口气 你看 你看 人家大小姐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 给你赔礼道歉了 你是不是应该 也给人这个面子 再说了 你老呆在这 不也是耽误你自己做生意吗 你要是真的 哪伤了哪疼了 叫他送你去医院 赔你医药费 那也是应该的 行了 兄弟 兄弟 我才不要他赔我钱呢 你看我身体没那么担保 是是是 我就是看那么称兄道弟的样子 我看不惯 你说他早点客客气 心说两句好话 你说 我能和他们当真呢 忙生意去喽 让一让 让一让 让一让啊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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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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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刚才真不好意思 谢谢你啊 我也不是爱多管闲事 我只是路过这儿 我急着回家 路被堵了 所以 也算是帮你个忙吧 那我送你回去好了 这儿有车 这怎么好意思 哎呀 别客气了 走吧 你不知道 刚才有多尴尬 还好有你在 其实 可能在你们眼里 钱是解决问题 最好最简单的方法 可是 穷人是需要钱 但他们更需要一样 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什么 尊严 尊严 其实我觉得 不只是穷人 有钱人也一样 就像我母亲 他虽然很富裕 可是 他在我爸爸面前 始终没有尊严 别太在意 长辈们的事情了 至少 有时我还是很羡慕你们的 他 跟您说这些干嘛呀 这些都是 我在我母亲面前 提头不敢提的话题 今天居然一下脱口而出了 你家住哪儿啊 我们家 我们家住在 住在秦淮河边 你住秦淮河边啊 那我更要去看看你母亲 是怎么做那些传菜的 你带我去看看吧 好 好 这里就是我家了 这里好开心 好漂亮啊 就是有点冷清 现在啊 还没有到客人来的时候 船娘啊 很多都是心灵手巧的 这里所有一切 都是我娘一手布置的 我娘手巧 而且她还划得一手好船呢 只可惜我没有学会 不然倒可以划船出去 带你兜一圈呢 我会划 我会划呀 今天太晚了 改天吧 顺便来这里吃饭 我娘做的菜啊 可棒了 岳公传菜馆 那可是远近闻名啊 是这样啊 看来是深处闺中 我还不知道呢 这里的风景好看 我们回来了 天阳 娘 娘 娘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今天刚刚认识的 徐家小姐 因为我回来晚了 她就开车送我回来 那怎么好意思呢 请坐 快点我们再倒杯茶 坐 坐 徐小姐 这个是我下午做的传点 你试试吧 这么精致啊 这怎么舍得吃呢 哪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就是垫垫肚子嘛 下回呀 沈娘做几个菜给你尝尝 吃啊 我娘做的传点 那可是秦淮独一无二的 但我娘做的菜呀 比传点还要让人动心呢 当年张将军这样的美食家 都开口称赞我娘呢 真的 真的 对了 后天就是我母亲的生日 能不能拜托水娘 做一道生日夜 就放在这儿办 只要你家里人不觉得别扭 我们当然没有问题啊 那 按照规矩呢 最晚明天下午 你一定要来拿菜谱 好 你母亲看了满意 那就没有问题 后天到时候过来就行了 嗯 给 嗯 好吃吗 嗯 嘿嘿 再见了 再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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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现在也不想了 可是娘认为 眼前最要紧的 就是找工作 我知道娘 我不是一直都在找吗 在没有找到好工作之前 你应该知道 大户人家的闺女并不适合你 况且 沙红马上就要来人家读书了 娘 想碗儿去了 大户人家的闺女并不适合你 好 大户人家的闺女并不适合你 大户人家的闺女并不适合你 我去同学家做功课 忘了时间 不过 你的车子完好无损 这样可以送人 还轮不到你说我的时候 同学 哪个同学啊 琉璃吗 爹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风 成什么样子 还说老爸坏话 你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记得不管怎么样你是我女儿不是我老娘 好 我别的可以不管你 但是后天是娘的生日 你总不能不给她办吧 就这么办 要么餐厅要么饭店 那就去秦怀河的传菜馆吧 不就知道你半夜出去准没什么好事 秦怀河那种地方是你去的吗 秦怀河怎么样了 那里有专门做传菜的 远近闻名 要是娘在那边过生日的话 还可以欣赏秦怀河的夜景 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 秦怀传菜是很有名不错 但是哪家传菜会那么幸运 能够让徐大公主给看上呢 你听我的没错 月姑传菜馆 月姑传菜馆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 小姐 这传菜啊 真有意思 好多菜啊 我听都没听说过 还有盗鱼之面 是娘最爱吃的吧 嗯 他们说是用胡盗鱼做的 嗯 嗯 老爷 你看看 这些 堂堂徐家的寿面 怎么能用胡刀来代替呢 是我们吃不起好东西吗 换一家 我说 胡刀就胡刀吧 做织面其实也差不多的 我听说啊 今年将刀都不上货 上次给你跟大荣做那个刀鱼根 怎么都找不着 最后也就用着胡刀啊 我是替你的寿宴着想 我想精益求精啊 好像胳膊往外拐替外人说话 那好啊 生日你们过 我不过了 这 这好好的 怎么又发火了 爹 你有话不能好好跟娘说吗 我回钱庄了 反正这个事啊 你们赶快回绝 以后啊 别跟我说什么前怀传菜 我们家不去那种下散烂的地方 哼 好 金会钱庄刚刚开张才几天 顾客就络绎不绝 这证明了我们这种全新吸纳资金的方式 而且通过科学计算的利率 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现在啊就是缺乏人手 尤其是我们安放置换抵押物资的码头仓库 需要好手帮忙清点管理 缺人手你就招啊 不过你也要注意身体 这自尊回来你就一直没闲着 我看你这两天眼圈都是黑的 我这里还好 累就累在啊 这几天要搞定美国那几款订单 因为有时差啊 经常晚上干活 只要那些单子搞定了 后面咱们啊 就有硬通货作为底盘 买卖就好做了 你可千万别把身体累垮了 下周是我的大日子 什么大日子 去白小倩啊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其实她已经怀着我的孩子了 真的 是啊 所以呢我打算先两后奏 尽早把她取进门 我已经找机口跑出来了 准备去小倩那里了 快办事了所以比较忙 还要准备她羡慕演出的大戏 我马上就走 对了大哥 你晚上怎么走 要不要我叫向亲送你啊 不用了 我自己叫黄包车吧 很方便的 回去之前呢 我还得去教堂 看一个美国来的神父朋友 好 快点 下一个 哎 哎 黄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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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收工了 但如果您要去布衣巷的话呢 我可以烧烧您 我不去那边 我去上网楼教堂 我去上网楼教堂 如果 你肯拉我去的话 我可以加你一倍的车钱 这天哪 也快下雨了 您大概也能等到其他车了 我也做做膳事 车钱就不必加了 我先拿了啊 哎 您先上车吧 行 真是个照片 坐稳了啊 嗯 好 歇下 到啦 好 哎 银子好啊 哎 再见啊 哎 好嘞 走了 哎 Richard 你好吗 艾伟 你好吗 很好 好久没见你了 你怎么了 我掉了钱包了 可能是掉在黄包车上 没关系 破灾消灾嘛 哎 哎 请问 你刚才过来的那位先生 是谁戴吗 您问的是亨利先生吗 哦 就是戴帽子的那个 他已经走了 走了 呃 呃 那他去哪儿啊 嗯 我只知道他会家去 但是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哎 您不是跟他认识吗 那您还不知道他家在哪儿啊 呃 他在每个读书的时候 常去校团做礼拜 所以 我只知道他叫Henry 但是 我是刚刚叫来南京 快说碰到了一个 嗯 一家熟人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 他住在哪儿啊 说半天 您就是不知道他住哪儿 哎 哎先生 哎 你不相信我吗 信耶稣的人 哎 你不相信那个耶稣 能吃饱肚子吗 哎 哎 哎 连肚子都吃不饱 我信他干啥呀 哎 再见啊 嗯 哎 少爷 哎呀 什么鬼天啊 多下雨就下雨 哎 哎 啊 娘啊 去桃叶洞菜市场 接肉账 到现在还没回来 也不知道有没有带伞啊 我娘这么晚还没有回来啊 这都去得大半天了 我去找吧 少爷 少爷 拿着伞 沈子 这位沈子 我送你吧 上车 我送你 不用了 我家就在这一口 上车吧 再淋下去 你会着凉的 小宝家 我跟你说 你身上没带琴 我可以走的 上车吧 我不收你钱的 那 那好吧 好 再回去以后就费你钱啊 没事 没事 我高兴多跑两步的 那谢谢师父 来 坐稳了 沈子 走了 走了 小哥 你帮你帮你帮我 谢谢啊 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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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哪儿去了呀这是 看家阳到处也找不到 你把他给挤死了呀 哎呀 我本来呀 正在老夜里的那个肉 副老板上面的帐篇 结果呢 不但没碰到他 没收到钱 还错过了汽车 哎呀 好在呀 我回到了这个 哎呀 哎呀 你就别看了啊 哎 快进去吧 好 好 爹 回来了 您怎么又抽手了 哪儿来的钱啊 说空了 回来了 老子都跟你说过一千遍了 别管老子的闲事 小心老子揍你 就您这身子 揍得动我呢 怎么着 小子 跟老子长出去了 跟老子比身子骨啊 别 我都不想 别别人 却只剩我一样 再喝茶 可慢慢看 就让下一种笑 有些人这种就会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